成绩已经在安静地休息了 事实上正处在发情期的成绩 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 我们共同来看一下成绩的小档案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 雌性大熊猫成绩今年12岁 是2000年出生的千玺熊猫 而成绩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成功 成绩目前体重是90公斤 平时性格很泼辣 是个典型的穿妹子 稍不如意就会对饲养员发怒 她的饲养员陈敏告诉我们 虽然成绩脾气不小 但是却喜欢动脑子 我们把她收回宿舍里面以后 她就要嗯嗯的叫 她的性格比较稷 但是她很聪明 因为我们每一次 把她放到运动场外 然后每一次我们要把她收回去 她在运动场外 我们要打扫她 为什么把她收回去了以后 每一次她就守候着你 收回去以后 门一打开她就进去了 然后她就守候着你 就要等待你 就要给她点东西吃 现在你讲语她一下 每一次 每一次你再给她评格吃 然后评格吃了以后 她就在里面 就比较安静一点 陈敏还告诉我们 成绩已经有三次当妈妈的经历 她曾经于2007年 2008年和2011年 产下了三胎六只大熊猫 不少大熊猫在生完幼崽 尤其是双胞胎后 都不会亲自带幼崽 但成绩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好妈妈 每一个孩子她都会亲自抚养 母性比较强 比方说稍微幼崽 有点娇啊或者什么 她就把儿子抱在怀里面 就生怕你伤害着她的孩子 因为她往年也带了幼崽 因为她好娶她的幼崽 她的母性比较强 特别是她富宅了以后 其他熊猫跟她吃东西了以后 就把幼崽就娶出来了 但是她就不太好娶